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台北市政府已经把大巨蛋有关的安全报告提出来 而且提出来以后表示安全根本按照现在的规划设计 根本没有办法继续这样子做下去 因为它是大巨蛋如果使用起来是不可能有安全的 所以市政府就提了两个方案 要不然就把大巨蛋给拆了 要不然就要把跟大巨蛋连在一起的那个商场给拆了 而且边上那个旅馆跟那个所谓的办公大楼的一二层也得空下来 也就是它最多只能使用三层楼以上 结果远雄就反弹得很厉害 不过反弹第一天第二天就很软了 就说愿意跟市政府好好商量 因为理由很简单 等一下我们来讨论的时候 远雄恐怕经不起 如果市政府真的要用很强异的手段跟它解约或者接管 那远雄恐怕未来 整个企业是不是能够继续正常的运作 运作恐怕都有很大的问题 这是一个方向 那市政府现在当然 市政府是按照这一个正常的要让这个地方能够正常营运 可是没有安全 没有骨鸡就不可能有营运 这个标准你讲得很清楚了 这个未来恐怕一两个月之内会有进一步的这一个协调 进一步的谈判 然后慢慢有结果 今天我们来谈一下这两个其中谈判的关键 未来发展的可能的趋势是什么 那这是第一个题目 当然第二个题目就是朱立伦宣布不参选了 这个当然还是有人好像不把朱立伦的话当话 他都说了2016我不会选 有的人说他只是讲讲事事反应 我有时候非常奇怪 朱立伦要怎么讲 大家才相信他不会选 不过朱立伦不选以后 还是有其他的人就开始更大幅度的动作 包括王军平有帮助者 已经开始帮他联署 据我了解还有其他的人 也有可能要参选 所以等一下我们都一起来谈 今天为了这几个题目呢 我为大家请到两位重量级的来宾 一位是民进党立法委员蔡黄狼 蔡委员 另外一位是资深媒体人杨献宏 献宏兄你好 主持人蔡委员大家好 我们这样讲好了啊 我们先从这个大巨蛋来了起了 你们怎么看市政府这一个动作 也就是他根本不跟你谈什么工程延期了 他也不跟你谈数了 他也不跟你谈什么 他直接就告诉你现在不花多了 你这个根本不可能了 按照现在的规划你给我停了 这很简单要猜了怎么猜怎么的 就怎么这么一大段 你怎么看市政府的动作 我觉得这个市政府的动作 当然他有他的战术性考虑了 不过我觉得市政府还是要在做事情上面 让人不要忘记信任是非常重要的 但这个信任还包括整个大巨蛋的案子里头 当然是有一些我们怀疑有必然 这个是要追查的 这个我们等一下来谈 因为我们把这个所谓的心力 就大巨蛋怎么样的解决问题 变成我们台北市民的骄傲 不要成为一个烂摊子 这是一个叫心力 好好的搞大巨蛋 至少那块土地好好利用 除非前前朝政府 跟远雄到底有什么勾搭 到底为什么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 这一个原来的财政局长 到底干了什么坏事 这个我们等一下 这个我们单独来谈 那一块是很特别的 而且那一块是廉政委员会在干 现在市府的局处首长 包括都法也好 法务也好 包括各种权力的要解决大巨蛋 这是一块 我们分两块来谈 我们先来谈未来性 我自己的看法是 如果到最后市政府怎么搞 搞到最后要拆大巨蛋 如果是搞到这个结论 我就说不管他是用什么方法搞 如果搞到最后是拆大巨蛋的话 我就称为MAD 什么叫MAD 就是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 就是保证共同毁灭 那这个是不对的 就是大家全部 所以那两案其实只有一个案 大巨蛋不能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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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其他的地方应该如何settle down 也不要市政府不要给人家一种印象 你是先射箭后话吧 这个就是他的credibility 你很清楚因为你是某一项足球协会的理事长 你也知道你很关心运动 那不要讲我们黄独香做过体育的行政主管 那大巨蛋听说原来的设计根本不是这个样 所以现在如果不拆它 不恢复原来的设计 因为原来设计啊 如果这是一块土地 它是斜斜的 对着脚 它长度比较长 它是一个大的椭圆形 现在变成一个椭圆变成靠近圆的一个马桶形 这边还有一个马桶水箱 所以就使得它那个长度变窄 其实真的打棒球还有问题的一个蛋 既然那个主持人提到这个 因为我们当时候曾经跟远雄说过 我们研究过这个场地 最好的命运是做足球场 以足球场的场地才有多功能使用 那你要弄成那个样子都是只能打棒球 其实田径场 田径场也可以开幕嘛 是啊 足球场也可以开幕嘛 是是是 那等等等等 但是当时候远雄不听 就是不再后话 反正我们也就是尽了这个原则 说告诉他说我们的研究是这样 如果你不愿意 那就没有办法 所以今天走到这个路 也算是远雄自找的 可是我要强调 是市政府是大家的政府 你在处理事情的过程中 以目前刚发生的状况 到这个礼拜的状况 我觉得有可能变成MAD 所以这个是属于科市长 一定要非常小心的 就是说不能搞到最后 保证共同毁灭 老实说远雄也许他商业受损 可是整个市政府未来 有什么能力告诉大家说 你是要往台北市 能够更好环容的建设走 到目前为止 一切都是用外科手术法 一一切除 这里切那里切 到今天为止还没有看到一个建设 这一点市政府要负担 我们要请市政府一定要非常小心 要在做这些事情的过程里头 科学数据 以及所有的说服力 尽量有耐心 不要一下子 比如说我们现在市政府里头 有一些人跑出来讲话 他也是情绪满满 我们来听听看这些讲话 两个市市副市长都有 我们来看一段影片 给市府跟远雄撕破脸 比法斗志 市长柯文哲退居幕后 两位副手站上第一线迎战 一个议约 一个安检 同声谴责远雄 罔顾人命 市府两项建议 只是罪丁要求 不排除有第三方案 双方也被妥复案 逼对方让步 远雄考虑针对延长工期 提出仲裁 若完工后 市府不发使用执照 就要提出诉讼违约 但北市府也有准备 第一个就是说合约的管理 第二个就是说 在公法上的一个规范 比如说像环平查核 那么现在因为 它针对公安跟疏散 都没有办法达到 原来环平的这些标准 一个是限期改善 一个是勒令停工 那勒令停工 接下来如果还不能够 解决问题的时候 那么他就会进到这些 终止合约跟全面的 善后接管的这部分 就算市府手握筹码 远雄也不买单 反而还要市府自掏腰包 350亿 实价购回大巨蛋 那么没有任何实价 买回的这些问题 而远雄还必须要 自己付费 把它财屋还地 回复原状 跟远雄缠斗近三个月 大巨蛋 静展停在原点 市府想再寄出铁腕 以战逼合 这一回没那么容易 看样子市府现在蛮硬的 因为当然第一时间远雄 回答的也稍微过分了些了 远雄居然说一面墙都不要想猜 我都不晓远雄仗是什么 然后远雄好像根本不理会 那个安全 而且他回答那个安全 单单回答安全那个问题 像这个建筑师 罗建筑师的回应 我就觉得怪怪说 如果失火 我们不要救火 那个房子根本不值得 救这种回应 稍微有一点点傲慢了 因为哪有这种事情呢 说这个如果真失火 然后他又说 如果五栋房子一直失火 然后那个几率是零 没有人说要五栋房子失火 你任何一个 不管是商场 不管办公楼失火 请问这边要不要疏散 一个失火 一个失火 五栋疏散 所以你必须要全员区来考量嘛 任何一个失火 你都是全员区考量 你不可能巨蛋失火 商场继续营业 大家逛街逛来逛去 一二三四五 为什么 因为他这里疏散 一定会潜动商场 一定会潜动办公室 所以不是说五栋疏散的 模拟规划是指五栋要失火 这个概念好像他们回应 好像都有点漫不经心 虽然第二时间好像现在 今天我所理解的远雄稍微会软了一点 说我们愿意谈愿意越快谈越好 他们知道问题严重了 这方面你怎么观察 我希望远雄回头是岸 认错认赔 只有两个路可以走 认错认赔 台北市政府稳赢不输 台北市政府的战略队 战术有一点错误 但是没有犯大错 战略队就是安全 安全就是王道 所谓人命关天 绝对不能让任何一个市民 在大巨蛋里面发生问题 所以他的战略对了 这个大概媒体的反应 跟网友的反应 跟所有现在的大概 大概都支持这个方向 你刚刚讲的 罗欣华建筑师犯了这个大错 就是挑战的安全 人命关天 是台北市政府在这一次 跟远雄的 这个斡旋当中 站了非常有力的位置 非常有力的位置 所以你远雄你只有认错认赔 另外早上的地震 大家怕不怕 早上的地震你怕不怕 怕 怕 松江路已经有建筑物 跌罗汉 跌罗汉 就是你地下的楼层 经不起地震 然后上面的楼层 因为重下压 变成跌罗汉 大巨蛋是可能 大巨蛋可能 如果你未来新建完成之后 这个大巨蛋里面有 五六万人 在那边看球 然后这个地下室里面 有两层的停车场 而且它跟商场的停车场连结 高达2800多个车位 不可思议 如果一地震摇晃的话 这一些地下停车场的资助 能不能支撑五六万人 在上面的重量 而且还经过摇晃 所以这个经过今天的地震 远雄你难道还执迷不悟吗 对 另外 在松山县 结印施工的期间 跟通车之后 小巨蛋的阿妹 举办了这个演唱会 300公尺之内 周遭300公尺之内 一般民宅 尤其是老建筑 几乎都震动 它光是音响 就造成震动 我看这几天 大家从媒体上都看到 阿妹的演唱会 而且那么多人 一起嗨一起跳 结果影响到 所有300公尺旁边的住户 连那个电灯都摇晃 那棒球赛大家都非常清楚 它是可能大家嗨起来 一起波浪舞 一直动的 那是很嗨的 这一些都不应该在 整个安全考量上 去做整体评估吗 所以我刚刚说 战略正确了 台北市政府 稳赢不输 战术上没有两个方案 没有所谓拆弹或拆商场 只有一个方案 就是拆商场 因为这个是体育文化园区 它本身就是做体育用途 你现在把它搞到 体育用途只有占33% 67%都做商业用途 这个是不对的 我们要把巨弹留下来 然后巨弹可以改善的地方 包括地下停车场的改善 或者是旁边的 这个所谓疏散的空间 市民广场 或者是市民发言 这些都可以疏散的空间 从商场上把它拆掉 就可以满足安全的需要 我们去改善改良大巨弹 让它安全 让它符合国际标准 然后把没有用的不需要的 我们忍痛把这个商场的部分 目前有建好的结构体把它拆掉 那这个可以让远雄少输 为疑啊 我没有说为赢了 为疑 他还可以有其他的附属设施 没有错 那市政委应该站在 跟市民或者体育运动文化 还有远雄 多赢的局面来思考这个问题 所以发出最后通牒令 让你拿出改善计划 但是清清楚楚的告诉远雄 只有一条路 把大巨弹留下来 因为我们是需要大巨弹的 台北市民在20年前 我们在看棒球的时候大声几乎 我也在现场啊 我们喊着我们要大巨弹 我们要大巨弹 今天大巨弹已经快敷好了 为了你几个商场 为了你要赚几个凑钱 你要把我们大巨弹的梦 把它打掉 我们是不接受 所以现在就一个方案 留巨弹拆商场 然后补强大巨弹的安全措施 这个就是底线 没有任何妥协的空间 而且民不以官斗啊 远雄你在任何的 所谓仲裁或者是 所谓要走司法程序啊 今天台北市政府也已经告诉你了 我只要解密啊 就有弊案 如果在因为有弊案的前提之下 所签的契约 我相信姚老师也非常清楚 谢龙兄很清楚 在有弊案的前提之下 所签的契约 这个契约是经不起未来在民事庭 或者是行政法庭上的考验的 这个这一部分 其实已经非常清楚 因为那非常专业的 所以我具体建议 对就是拆商场 你们可能还没有看过这个报告 这个因为都在上网 我很仔细的看 我不晓得 要解答那个背景 我大概很早就经历 其实太清楚 任何一个人都知道 不要讲真失火了 刚才黄狼兄一点就点破了 刚才那个地震 今天早上那个地震 你怕不怕 有没有人怕 太怕是 是安全一个很重要的敌人 今天如果大巨弹 现在在用 有商场有巨弹 刚才那个地震 有人恐慌的话 那个四楼会晃得很厉害嘛 下面会 会串袍 会串袍 他会有恐慌性的串袍 恐慌性串袍 不是真烧死人 就可以压死人 这个安全性 单单一个人跑 可以跑多久 这个国际上有很多案例 才死人 有非常多的案例 而且一踩 数十上百的人 根本不是灾害造成 是人造成人 这是恐慌 过年上海的那个 对啊 因为我们曾经有人 有媒体啊 曾经尝试 他就单兵一人 从一个地方 慢慢慢慢 按照你规划路线 我就走啊 时间都过不了关 我们来看一下这样的影片 大巨弹 施工不见断 三立新闻 独家道大巨弹 内部支撑感 密密麻麻 见起雄伟外观 只是这颗蛋 和商场共购 一遇火灾 恐怕无法顺利逃生 因为疏散动线 太曲折 得要过五关 到底多复杂 带您模拟情境 依照路线 B3发生火灾 必须从室内 再到球场 以小跑步速度 逃到楼梯间 这时一个平面层 就得经过三个空间 紧接着是楼梯 还要再往上跑 速度越来越快 这时穿越两层楼梯间 这还没完 必须从B2的楼梯 再跑到平面层 最后一关 从B2穿越夹层 到户外一楼 终于看见阳光 模拟差不多的 逃生距离 结果所花时间 需要十分十五秒 以相同距离 并且了解 逃生动线前提下 就得花十分钟 如果十几万人 同时逃生 更可能那样 菜他意外 以平面图来看 更清楚 起火点 如果在B3 光在平面层 就要跑116公尺 接着B3到B2 楼梯间 也长达17公尺 B2平面层 也有41公尺 最后B2 跑到一楼 户外也要8公尺 纵长182公尺 远雄说 14万人 同时逃 只要花26分钟 刚无可灵 这刚才黄龙兄 其实讲得很清楚了 我也完全认同 从这影片可以看出来 其实远雄就要认赔 认错 他认什么错呢 他当时贪了小便宜 准你该商场 这已经是 你天上掉下来的礼物 因为前前朝 其实没守住嘛 对不对 你已经应该是 得便宜了 你得便宜了 你还居然把商场盖的坑 巨蛋黏在一起 让所有的几万人 要经过你商场消费 才能疏散 全世界没有一个蛋杆这样做 说那个疏散还要经过商场的 所以这一方面恐怕是 他得不少实现的 必须要面对的 有关这个问题 我们等一下继续来谈 其实这个有关安全的问题 是非常容易就可以理解 像蔡委员刚刚一讲 其实已经把话讲得很清楚 我希望台北市政务 因为台北市政务的讲话 跟蔡委员刚刚讲话 还是不一样 当然 对他讲了 我就是觉得说 他把那个灾难的那个控管 讲得太无限上纲了 这是不好 为什么我其实觉得会不好 如果你拿从自己去找日本 这样子疏散的技术 然后还没有经过 一个比较完整的科学验证专家的检讨 所以你就丢到整个媒体来检讨 结果是大家开始问说 那可不可以用日本这一套 去检查一下101大 对这个 马上来了 不是不是马上来 对 真的有人要这样提 而且真的有人要去检验 因为那个地上卷 是台北市 这个我们休息一下 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 我们下一段我们来仔细来检验 市政府用这个标准 现在来主政 检验台北市的许多的业务 将来会有什么的结果 他到底撑了下去 撑不下去 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刚才我们看了那一段影片 其实很清楚知道 市政府是用安全为理由 事实上还有别的理由 他现在先用安全 因为安全是不能打折 一点折都没有的 那偏偏这么巧 在公布里以后 今天发生了一个地震 让大家感觉到真的有可能造成大家一窝蜂往外冲 造成一些危险性的 那因此远雄恐怕要面对这种状况 把损害减 把他自己损害减击到最多 他最好能配合市政府 虽然不是民不与官斗说 市政府像流氓一样压迫你要干嘛 因为他提出一个正当的要求 你必须要把原来想减便宜的改善 大概还可以维持这个巨弹的技艺运作 对不对 这个就是我刚刚讲 像蔡委员刚刚讲那个 我觉得那个稳定性就够 那个大战略 就是说先讲清楚 我不会拆巨弹 我要改善他的安全 这个话应该放在最前面 然后不是说护市长跑出来讲说 到最后请你拆巨弹 原地拆好还我 这个话一讲出来 大家就觉得说 那我们的信赖保护原则在哪里 就是一个政府 政府毕竟不是 这个不是两个公司在斗嘴 这是一个政府 跟一个过去 可以运用各种 我们称为寻租吧 寻租的手段 搞了一大堆好处 那你怎么样停止这些好处 切割 然后让这个市民要的 还是可以恢复 对 那而且是在市政府的主张底下得到 所以市政府还是要注意到 他应该把最后目标设定好 那我最后目标设定好了以后 我就会控制我自己的讲话 那现在是变成是 有一点无限上纲 好像两边斗起来没好话 什么话都丢出来了 那这个大家就说到最后是怎样 那甚至于有关安检这个问题也一样 安检也是有非常多人事实地物的 其实这一段讲话 我知道谢虎你的concern了 因为的确市政府不应该太对明天的一个 因为他真的对市民负责任 所以他讲话不是在好像打击一个像一个警察 就算遭到流氓 他今天逮捕一个罪犯 他也不能用警察来讲讲 讲很多的话 这个我完全能理解 这个我能理解 可是呢 之所以会这样子是因为永雄第一天的回应 就是说他们公布了案件 其实没讲什么 希望远雄要改善嘛 提了方案也希望他提了 可是远雄回的太凶了 一副就说你要不然就300亿不给我买回来 300亿也是乱算的 我们先不要讲那个为什么 就是说他讲了一面前都不要动 然后呢 要不然就是如何按照法律 就按照契约一样样来 这样子的态度 当然就造成了后来那个结果 在我看起来就是市政府重计嘛 对不对 人家本来就是有安排 但这个远雄敢这样弄你 不要被他激募就对了 对 就是说你被他把你引到一个误区嘛 对 那你就在误区里头跟他搞 怎么对呢 你应该还是站在台北市民最大的利益点 像超级委员刚刚讲那个 我完全同意啊 就是要这样做啊 因为这里头还攜带有过去多少年 大家对台北市应该有一个像样的运动场 所以其实 这个不能忘记啊 其实昨天 两个副市长因为远雄的回应 分别做了影片 把他扣在那一段 我倒觉得回的 开始准备朝向两个方案变一个方向 就朝向怎么就弹的方向 我们来看这段影片 台北市副市长林新荣 重申远雄大巨蛋公安要求 不会打折 没有公安就没有盈利 远雄在过去的心愿过程里面 也已经重大的违约 他可能就是走向这个解约 跟全面善后接管的意思 两位副市长联手录制短片 对远雄开枪 北市拆弹网络大战开打 还选在市长柯文哲脸书上转载 立刻冲破两万一千人点阅 按照契约规范 去年底巨蛋就该完工 如今违约是否有渴望接管 把商场拆掉 第二个建议是说把巨蛋拆掉 这两个方案我们都不会接受 没有任何实价买回的这些问题 而远雄还必须要自己付费 把他拆屋还地回复原状 巨蛋拆与不拆 眼看双方关系持续紧绷 几乎都快走进死活头 其实大概就是两个月了 大家在观察 我估计我们谈这个题目 或者远雄最后退让的步骤 大概最晚最晚六月中旬六月下旬 为什么 第一个月是因为科批给的 科批说什么 他说一个月内会结案报告 会出来 就是有关那个B案的部分 而且他希望远雄 现在我已经给题目给你了 虽然刚才两位说 那个两个题目 其实只有一个是真的的选择题 可是他的意思很简单 你远雄自己有没有案吗 你说非A非B 我自己以上皆非 我自己提个C案 我能解决这个安全问题 也罢了 这个也可以接受 这个不是说我把你全部封死 而是说你一个月之内 你要回我话 你要不要回应这个安全的问题 你要不然就A要不然B 好如果你觉得B不好 A也不好你提C 这个概念应该在五月下旬应该就 就要开始进入实质 未来方案的解决 所以我看着这个远雄 恐怕不能用嘴巴 硬硬硬说 一切按照契约走 否则我们就走法律路线 我现在都不要讲市政府 法律准备到什么程度 这是最糟糕的 我跟你讲 法律准备的市政府不是 我觉得远雄如果认知到 未来他的处境是非常的艰困的话 他自己要先提一个可行性方案 也就是说这个可行性方案 要在我刚刚所讲的原则 就是留下大巨蛋 然后把可能会阻碍 大巨蛋安全的干扰因素 远雄自己先克服掉 然后把这个计划送到市政府来 然后让市政府来审议 任何要拆大巨蛋 都得不到民众感情上的支持 民众期盼有一个大巨蛋 而且未来台北的新地标 期盼已久 所以远雄应该朝着 跟人民有共鸣 然后跟市政府有共事 的方向去前进 另外市政府 也不能光等远雄的西计划 我们自己市政府也要有底线 要有底线 要有底线 你准备应该有一个底线说 我的方向就是什么样子 市政府也要去规划出来 当远雄要摊牌的时候 我市政府不排除就接管 然后我已经有既定的方向 既定的方向也不能超越我刚刚所讲的 就是要把大巨蛋留下来 因为这个巨蛋 台湾人需要 2300万同胞 要这个蛋 蛋已经要孵出来了 要让你把它打掉 感情上绝不接受 所以市政府应该要有一个底线 有一个底案 然后这个朝着流巨蛋 排除所有干扰巨蛋 呼出的因素 然后让远雄跟市政府 坐上谈判桌去谈 这个才是最 最佳的方案 我的了解啊 因为这个周末有两个消息 我在这里也不算爆料了 因为这个消息是从外头来 不是从市政府来吗 银行团已经在动作了 银行团因为上礼拜 一开记者会 银行团就忽然发觉 哇这个问题 因为远雄贷款贷太高了 他几乎是靠近百分之百了 他的财务杠杆 其实远雄的财务很脆弱的 银行团只要一个命令 我在警告远雄 我警告他 市政府已经找好团队 准备接你的大巨蛋 真的是 判军就是准备接你正规军的 没有错嘛 大巨蛋 你看看不清楚吗 对呀 而且完全可以接得上 对呀 他完全清楚你的结构 而且竹中他在东京 在各地盖了那么多巨蛋 他的经验丰富啊 所以我跟你讲 你知道你们大概 有没有仔细过看那个约好 双方签那个约 远雄一副觉得 当时占了很大的便宜的约 在权利金啊 在什么 可是有一部分 他恐怕万万没想到 居然会成为到罩门的 银行团 贷款的前提是约 市政府不能够跟你解约 这是一定的 只要市政府来一个通知 说我要解约 银行团说 当场可以叫你补担保啊 他就没有东西可补的 叫你还款啊 补担保 就是补担保 要不然就还款 他连利息都付不出来 因为土地是市政府的 没有错 借给你用 他没有办法拿土地去 你未来没有使用执照 拿不到使用执照 我为什么要借你钱呢 很简单的道理啊 而且那个总结是150亿 我刚刚讲的一个讯息是什么 是银行团两个 因为其实银行团 多少为自己打算了 因为他也怕说 哇 这个钱出去了 到时候 而且七月讲得很清楚 银行团也可以接管的 银行团如果你回不了钱 他可以接管你远雄的事业的 第一顺位 第一顺位啊 所以你想想看 银行团比远雄还要厉害 所以远雄我觉得 远雄没有任何筹码 对远雄几乎没有筹码 钱有市政府 后面有银行团 我不知道他凶什么 他一定要面对现在所面对的问题 也就是他当时占了小便宜 这不能叫小便宜了 我用小便宜是一般话 正确的说法 正确的说法 就全书 就他为了要多赚钱 他故意不去理会蛋的问题 却把商场跟蛋连在一起 他现在必须要收尾 他不收尾恐怕结束不了 对不对 我像这样看 当然我们刚刚讲到 就是说都是 老实说我都认为是不是好的方向 方向 就是准备打仗的方向 这都不好 这就是我讲说会走入MAD 对 就是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 就是保证共同毁灭 一定的 那这个都不是台北市民之壶 那我们也希望说市政府在这里也有引导性 他除了是一个他的相对方以外 他其实在政治上有他的引导性 那要开出一条路 要有目标管理 要把话讲清楚 让远雄这个公司 他只好循规道具的 照着新的一种方案来走 那这个方案我其实蛮赞成 蔡隆刚刚讲的 留下巨蛋 那其他黄爱巨蛋所有的安全 或是使得他被怀疑的 都排除就对了啦 排除完你自己完成 你还完成了一个 这个还算你也予有荣源啦 就是你建的 大家不会去 地标嘛 对 对不对 那这个是不是一定会造成他损失 我也认为不一定 少赚而已 对不对 少赚而已 对不对 少赚 还有赚头 还有赚头 而且其实柯P很清楚 柯P第一次 你看他为什么把两个市长 现在那个上礼拜 跟这个周末把推出来 他自己第一次讲话 因为这两天 他在猛烈爬楼梯 他要参加101那个登高 他现在每天在那个办公室里头 上上下上下下 然后每天晚上找一批人 跟他就训练体力 然后呢 他这一次总算对了 大巨蛋也讲了话 我们听他讲什么 演讲最精彩的部分 没开放媒体拍摄 导师里头反应太热烈 隔墙都听得到 柯文哲先拼远熊 大巨蛋园区一直盖 那人是要疏散到哪里 桃山的路都少掉了 原始设计是没有问题 但会变成这样 就是贪心 接着再质疑 马前市长私下和远熊 谈权利金很不妥 柯文哲说 老板交代要权利金怎样怎样 老板交代的 大巨蛋已让马英九 亲联招牌破功 最后柯文哲还开玩笑的说 大巨蛋都没有讲马英九坏话 也没有批评他 我只是不断地给他解密 解密就给他倒了 演讲完开了门 面对镜头什么也不说 大巨蛋争议 柯文哲知道这些敏感的情绪话语 一旦顶着市长身份 只能关起门来 当作喝咖啡聊是非 因为我们现在 你会发觉这一段 其实柯比有一段 没有讲出来 就在这里讲的了 说马英九的清廉已经破空了 因为你原来远熊会造成 今天这种 贪便宜一线 得不赏失的状况 其实后面的深层的原因 是马英九根本放水 你马英九跟李树德 白话文讲 一退再退 让远熊肆无忌惮 他以为就这样过关了 就这样赚大钱了 就把台北市政府的地给骗来了 我觉得柯文哲刚刚所讲的话 其实不只是讲给马英九听 他只是透露这样的讯息 给远熊知道 你是必输无疑 你一定要跟我妥协 而且妥协的最高原则 就是安全 你看远熊在设计大巨蛋的时候 能够经过那么多次的变更 总结就是为了利益 为什么他要让疏散的人潮经过商场呢 这个就国外很多这个旅游区都一样嘛 当你要出入口跟出口 出口都一定经过他的换卖区 这个有商机嘛 所以他这种用商业概念来盖大巨蛋 他已经先天就犯了一个错误 大错误 大错误 所以他整个利益的考量 才让今天的大巨蛋变成这个不三不四嘛 所以远熊如果今天立地成火的话 他可以大策大悟 他应该就是从善如流 赶快提出你的计划 然后跟台北市政府妥协 你把这个大巨蛋本来是有 在忠孝东路还有光复南路 是在这个路边 疏散荣誉的地区 你往内移 然后把两边还做了商场出来 这个已经换了大忌了 你变更这种设计 完全不用安全所考量 未来你是经不起检验 所以如果我是远熊的话 老实说现在来后悔 现在来修改 即时会打掉一些大楼 打掉一些大楼 我说这个事还来得及 那还来得及的事情 市政府就必须引导 这个问题最少 可能根本不会拖到一个月就来 对啊你如果这个引导到最后 互相征风相对 到最后对付公堂 到最后接收 所有的其他方案 可是远熊有一定要有个认识 对这点不在市政府 市政府把这个话讲这么明白 的意思说 就让你认识到 你现在腿不是升区了吗 你切断 你整个人还活着 正常功能还在 你舍不得吗 因为少条腿吗 我觉得还有利益 当然 你只要把他盖好 他现在嘴巴都已经到嘴巴了 他怎么会放给你 他可是你现在不放 因为因为以前 他的经验跟政府打交道 他只要一直 硬下去 以前的政府都会让嘛 这个政府他现在没打过交道嘛 他还是要按用以前的经验 反正我就赖皮 我就慢慢熬 甚至于我认为 远熊以前都用 前前后后的方法呀 这一点我们等一下来谈 他反正前面硬了 他找人去跟市政府私下沟通啊 跟这些关重要的这些人物来协商啊 哎呀不要这样子这样子可能 他以前不都通了 利用政商关系 利用政商关系嘛 去搞他的利益 然后侵犯了公共利益 对对对到不到一年以后 到经管会 对啊你最好解决这个问题 没有错 这个是一个好的时机啊 趁这个时机 你好好的跟台北市政府去协商 对 把大巨蛋留下来 没有错 把安全做出来 没有错 让社会肯定你呀 这个换错之后的态度 对啊 愿意呀 这个这个错了 认错 然后赶快修改 把巨蛋留下来 也没有人要毁掉远熊了 他自己是因为行贿罪在刑事案件 远熊没有 没有任何人有兴趣 今天特别毁掉你 然后市政府把那个大巨蛋收回来 然后自己派一组人去经营 这不可不可思议的 只是说你这个做的太过分 因为前前朝政府 那么样的委屈求权 我用图力两个字 当然是下了定论了 那可是等一下我们来谈 那真的是让我感觉到 那不叫图力 我不晓什么叫图力了 我就以他反正要求 我就配合让 他只要要求我配合让 我们等一下来具体来看这个部分 我们休息一下 欢迎回到重网新闻 刚才我们谈到大巨蛋 未来要怎么谈 要怎么保留 但把商场的安全威胁给除掉 这些其实后面都跟的一个 我相信将来的方案没出来 会先爆发 一个很重的 因为为什么 连政委员会 那个单独的一个 在市政府所组织的一个会 他们分成五组查五个案 其中大巨蛋的报告正在撰写中 换句话说调查已经完毕 所有大巨蛋前前朝政府 所有的公文都review了一遍 然后就要写报告了 据我的了解 现在至少有三个 所谓现在市政府掌握马英九 很明显不正当图利 远雄让他跟市政府签的约 其实不符合当时的许多的法规 我们先看一段这样子的这个影片 来看看这个未来五月份出的时候 连政委员会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报告 这颗大巨蛋里到底藏了多少秘密 连政委员发现光旅约保证金 从原本八亿一路减为一亿元 连政委员预告 掌握重要公文 下个月移送检调 相关的市政出来之后 比较明显偏向图利的状态的话 有需要司法的协力的话 我们就会这样建议这样出力 不止旅约保证金有一点 连政委员直指马好放任远雄变更设计 一再让利 大巨蛋权利金只收零元 就是远雄在马市长办公室里 双方敲出来的 一次再重新爬梳过有关录音的部分 大家的言语交谈上面 我们才知道说 这中间还夹杂了一些 不在所谓的正式会议里面的会议 远雄坦存在马市长室 确认无权利金共事 连政委员更直指 大巨蛋用地是马市长年代 以世贸三管的市地和中央换地 再加上143亿元市府公债 算一算大巨蛋市府出资 恐怕超过700亿元 连政委员被妥资料准备收网 先开马好市长 政商关系轮廓 5月8号 他们开连政会最后的 就其中的一次会议 有两组要提报告 我们先不管另外一组 我们先谈大巨蛋这一组 他们现在正在撰稳 因为所有的公文录音带 大概都已经他们自己都听过了 我当然也不晓得他具体的内容 可是刚听 这个秀惠律师 这个袁律师 当时连政委员 就被分配到大巨蛋连政委员 他所听过的录音 他出来讲的大概三方面 第一个 完全违背法规 变更设定 这是不允许的 我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法律的背景 因为所有的BOT像这种公共建设 他有一个母法叫做促参法 促进参与公共建设 什么什么法规 有个促参条例 促参法 促参法下面有个促参法 施行细则 这个施行细则的位阶是很清楚的 他明文规定 在市政府不论你怎么签约 招标的招标公告 跟签约内容 有三样东西是不能变的 就你招标 你随便怎么改 招标公告有三个东西是不能变的 这三个东西 现在在后来签约中全变掉 最重要就是设计 你当时招标的公告 因为这个后面有个母法 你并不是说 哎呀我们市政府谈一谈 我们招标公告这样子 因为你得标以后 我就把他给你改一改 改一改以后 我就跟你签约 不不不不 你签约的不是签 我配合招标公告 而且招标公告后面有个母法 限制你说你招标公告 如果这样的公告的 你将来签约 就算你们谈好了 也不能违背 不能改的 而这个过程都有公文 而且都有录音带 我不晓得将来马政府怎么来解释 最清楚的 最简单的那个 就是很简单 这个旅约保证金八亿 旅数的一句话 一个理由没有 直接在会议指示 三亿就好了 不需要那么多了 三亿有了也就算了 再一开工 先退两亿就变一亿 八亿变一亿 一点法律理由没有 你说这个不叫做徒例 叫什么 除了变更设计 除了那一个旅约保证金 最后就是大家 众所周知上礼拜 大家听到的那个录音带 马英九跟远雄的老板 赵腾雄 在他自己的办公室谈 这是李树德 转述出来给所有的评见 我也说老板跟老板已经谈好了 不要全力经 这个话还不叫证据 什么叫证据 说招标公告摆明了 那个也是不准改的 招标公告 已经明文有多少权力经 是属于施行细则 说明白不能更改的部分 居然在千元里面改成零权力经 没有权力经 权力经还分两部分 一个叫营营权力经 一个叫新建权 那个两部分 我们等一下细的不谈 这样子5月8号要公布这些内容 然后马英九的发言人居然还敢出来讲 有本事把证据拿出来 哦真的是 他们不晓得真的没有证据连政委员呢 又不是市政府 他干嘛跳出来说 你怎么敢这样做 你对于这样子的事情 5月8号这恐怕是个大案子 这个是大案子 因为这涉及到现任的元首 在当台北市场时代 所以这当然是要非常慎重 我们也希望 因为目前我们所听到的证据 都是听到 那我们也希望那些证据是非常完善的 而且一定要出来的以后马上就移送 一定要移送 如果不移送就变成他抛屁 你想想看 我至少我曾经在公开在节目中或者其他场合 我讲过 大巨蛋如果没有安全 市政府稍微妥协一下 将来是你盖瓜承受 你只要发言也知道 管你马怎么做 管你前面怎么做 是你何必盖瓜承受 同样的道理 如果有弊案 你就说 好了 以前的事情就算了 那就是你包屁 是 一定要移送 所以一定要移送 不移送就有问题了 对 不移送就不要 那只是拿来讲一讲 这是不可以的 那不能做政治动作 其实这是一个可以把它非常单纯到从法律上去有见解的案子 因为如果这证据都有的话 那你违背法令做了修改 然后违背这个违背那个都可以列出来 尽量不要让人要有任何的政治联想 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所以我觉得我也会要请那个廉政委员会 未来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尽量严谨 尽量少对外公开 因为毕竟 他已经答应不能不能 他还要上网 你觉得不公开老百姓一定 说都是你说又不给我 他非公开不可 所谓的公开也不是那种 所谓的大啦啦什么东西都 因为你还是应该移送 你要尊重检察 让检察官先去查 对对对对 就是如果检察官那一官完全认定你的证据 然后来处理的时候 当时候自然那个公开 就会比较有证据力啦 我怕的是什么啦 明明是一个非常好的法律案件 搞到最后被政治化 然后他们到最后还是 还是这个永远是 你听一下柯皮怎么回这一段 说马的清廉的问题让他回 小跑步登山见走 台北市长柯文哲体力难不倒塌 那大巨蛋呢 柯文哲又陷入两难 要停工也蛮危险的 这个我们在工程上 我也非常清楚 因为那个碗 那个底座没有坐起来 很容易滑掉 那台北市长最头痛的就是大巨蛋嘛 盖也不是不盖也不是 差也不是不差也不是嘛 头大的原因从马市长开始 名嘴揪出公文 当铁证直指十任财政局长李树德放水 马英九涂利厂商 将大巨蛋履约保证金 从原本的八亿整修成三亿 再减到一亿 一百七十亿的案子这样搞 柯文哲怒了 即重炮匹马总统清廉破工后 再搬出最后通牒 只是解密 没有泄密 很快我想 给连政委员会去处理 我想应该 应该现在是四月嘛 应该一个月内 他们应该连政委员会 对大巨蛋会有接案报告 经过安全报告以后 那九名的委员 提出两个解决方案 那这是我们的想法 但是我觉得远雄也可以 想想看 再提出 我相信世界上常常会有 你再想一想 会提出第三个第四个方案 那我在想 大概等远雄想一下 适当的时机 双方再坐下来谈 看这个要怎么解决 一张张公文曝光 拼凑还原马世福任内 种种不平等条约 但要不要讨回权利金 柯文哲还要怀疑坏 如果安全确定了 模式确定了 就model确定了 才开始来谈判 权利金才有意义 一切在连政委员 五月中期的厘清 应该讨回的 要回的权利 柯市府得一一理出脉络 那就是两个都牵扯在一起了 反正能够会造成今天这么奇怪的状况 很简单 就是马世福那个时候一定有哪些关卡 没有守住 甚至于大家都怀疑 虽然那一部分是没有证据的 就是政商勾结那一部分 怎么马魏会 马格雷苏德怎么这么软弱 所以现在那一部分如果公布出来 那恐怕也是一个大变化 大巨蛋百分之百是弊案 跟其他的四大弊案一样 都是由财团主导的联开 或者是BOT 这个是已经很确定了 包括联政委员会所看到的东西 包括民众或者是网民 透过资讯所得来的讯息 都说所有的五大弊案的开发 都不合常理 那不合常理就是弊案 那我们希望请大家去查清楚 如果有对价关系 有找到金流 这个叫贪污 官商勾结 没有找到金流 这个叫土利罪 对如果他违背法令去 对所以两个案子 不管你是贪污 赌职 或者是土利罪 对 这个都是公诉罪 都是形式上的公诉罪 特征组一定要办 为什么 因为他现在是总统 特征组专门在办总统 可是总统也不能够去调查他 现在把资料全部移到特征组去 特征组连船都不能传 我禁告特征组 走过壁流行机 政党轮替是可能的 你不认真办 未来 当这个案子重新侦办的话 发现有司法人员去包庇的话 一连串还要追究责任 所以从远传的副总 出来开记者会 跟上电视去call in 三公四流行 圆胸 三公四流行嘛 对啦 他说只有单一厂商来竞标 这个就是已经犯了大忌啊 当时整个台北市政府提供在网站上的资料 没有周全 他楼地板的开花面积 不明确的告诉人家 让很多在旁边已经准备好投标的厂商 不敢去投标嘛 这一点我可以给你报告 他甚至于两个不同的厂商 得到两个不同的解释文 没有错 就是公文给假 说你大概只能盖 这个不是包庇吗 他用一个很法律名词 你只能盖多少 多少依据什么是法律 他故意不跟他讲100平还是200平 我顺便举例啊 然后你要依照法律 那那个人离 那个就看到哇 那只能盖100平吧 另外 就给远雄 你可以 那个只是限制这个 并没有限制 他可以盖两 他一算盖200平 所以他就来了 另外我再举个例子 如果投标厂商的其他厂商知道 未来得标之后 可以将近10次的跟市政府变更设计 我不敢标吗 谁不敢标啊 每个人都可以标 我敢标啊 怎么不敢标呢 对不对 所以这些都是问题 VOT案 刚刚姚老师讲得非常好 民进党就有个VOT案 叫高铁 高铁的VOT案的唯一精神就是什么 政府零出资 所以当高铁盖不下去的时候 民进党执政的行政案 想尽办法 巧立名目 帮高铁找钱 所以才会发行特别股 对 特别股我们都知道 它其实是政府的基金会 对啊 或者是政府底下的委员会 或者保证 至少你是巧立名目的去帮他找钱嘛 对啊 然后还可以理直气壮的在立法院说 政府零出资啊 因为是银行投资啊 银行买他的特别股啊 银行买他的特别股是投资的一种啊 他或许会赚钱啊 对啊 民航基金会怎么会去投资高铁呢 那就是政府行政案要求交通部要求民航局去投资嘛 对啊 但是至少我对他讲说 为什么因为那是现任总统 你拿他没办法他一定会回嘛 对 然后这边 证据摆了清清楚楚要移送了 那个会议政治上恐怕影响面很大 这个等一下我们休息一下 我们回头再谈 欢迎回到中方新闻 每天的新闻 真的我有时候觉得连我都都觉得好像 哎 中华民国好像只剩下一个台北市哈 行政院 没听到什么声音 他唯一的一次就跑到南部去 还居然把高雄奚落一顿说 高科技人才在高雄找不到工作 事实上我所知道的高雄的什么科学园区也好 谈谈科学园区 那个挂出来要找人的 那个多的不得了 那个行政院呢 什么事情大方向大政策不谈 跑到高雄去骂了一顿地方政府 我完全不懂他的想 然后我们总统府 现在除了回话 也没有动作 也没有说法 然后呢 现在其他的地方政府 那个朱立伦 我不觉得他是新北市的市长 他好像是党主席 那个新北市是奸的 现在每天就看科皮一个人在动作 在讲话 这样子究竟对未来这个政治发展 这样子发展还有多久 就是台北市的动作跟做法 他会影响到未来的选举 对不对 最法委员也会影响 总统也会选举 我从这个去年11月29之后 李登辉前总统 他的那个思考 可以看得出来一个问题 当时候他就讲 说民进党已经得到这个mandate 这么大的一个支持 那国民党马英九是不是应该 当时候你记不记得李总统说什么 对啊 清楚的很 赶快下来 赶快下来 为什么 他认为马英九都应该走了 他说如果你这时候不赶快让他下来的话 未来一年多的时间 他都要倒马了 我们现在讲应该没有关系 他都要倒马了 他说你就下来 如果你不下来 我就要怎么样怎么样 结果马就把那个党主席赶快辞了 对不对 老师那还真的什么 那当时候我们不要去管说 那个李总统我们倒马了 我们去管说 李总统当时候看到的就是 今天这个景象 就是闷 所有的事情都会闷在一起 因为一个不对的领导人 坐在那个地方 他什么都不做以后 他也不可能做 老师说今天 他令不出总统府是必然的 然后他的毛治国本来就是 我讲的不好听 他就来混日子 那这个这样子的一个 这个整个大局怎么会有进展 就不会有进展 那我们应该 当时你也参加了 我也参加了 我们干脆就去把这个马给倒下来算 可是好像现在 这一点我一定要问一下 对对对 这个答案提载在明天 蔡英文现在已经正式被民进党中职会 就通过 也太宣告全部参选了 也就是他的法律动作已经做完了 你们已经这样讲好了 全部部队准备好了 他也开始跑行程了 我们来先看一小段 他从南部 从陈局这样一路走上来 一路这样走上来 他现在开始好像 已经在跑行程了 对手都还没出现了 我们来看一段影片 宣布代表民进党参选2016总统后 蔡英文第一站特别选到高雄市政府拜访 市长陈局特别送上一束火荷花 期盼蔡英文当选总统之后 可以让台湾越来越好 除了市府团队之外 市议会民进党团也全部出席 要向蔡英文提出建言 希望民进党执政之后 中央可以重视地方 缩短南北间的差距 至于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说出了2016 他不选了可以吗 这句话 蔡英文只简单的回答 这是国民党的招数 而在拜访完高雄市长陈局之后 蔡英文还要陆续北上 到台南嘉义云林等地 拜会县市首长 希望请听更多的建言 做好未来执政的准备 这一个蔡英文现在自己按部就班 我大概以前观察了 二三十年选举 没有这么样奇怪的场面 就是民进党豪争以侠 好像根本对手根本没有 可是他这么早就把这个提名就提完了 然后一个县市一个县市 然后大家都拱着他 每个县市到一个县市 所有的地方的干部都出席 几乎没有任何杂音 蔡英文是不是已经当选了 我听刘文雄说 他说国民党怎么走到这么一个地步 怎么堕落到此 刘文雄这个形容是非常的贴切 各位可以看到 还有一年多多一点点的任期 其实可以不当看守政府 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可以挽回国民党 民众对国民党的一些信任 是可以的 还可以力一拼一拨 为什么不做 比如我举两个例子 党产的改革 或者是开宪政会议 修宪 或者是年金的改革 这个都会得到 很多掌声 人民很多的掌声 一年的时间足足有余 为什么不做 因为国民党还在内斗 因为国民党还在内斗 不是闷 还在内斗 王金平还在跟马英九斗 马英九不容许王金平变成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 所以他们还在暗自角力 那蔡英文呢 这个时候如果国民党不争气 那就是我们努力备战的时候 超越自己 所以蔡英文选择从九合一胜选的这些限制场开始 他们是得到民众最支持 而且从民调看出来 不管是天下 不管是远见民调 或者一般媒体的民调 民进党的执政县市得到人民的肯定度 就是高雄第一名 就是台南是第二名 或者是台南高雄第一 所以他从民众支持度最高的地方宣布出发 然后他把13民进党的执政县市 把它走一遍 表达对民进党县市长的肯定之外 然后未来的命令结合共同体 一起来打这个选战 那民党要超越自己 看起来即使我生在南投 我在南投的选区 都是蓝有有 都是蓝大于立 但是多数的国民党 包括执政的县长 或是他们的立委 也都认为国民党毫无机会 那为什么连他们自己的人都看碎自己 是你们自己的领导作衰了你们自己 包括朱立伦上任之后 让人家看不起 扭扭捏捏捏 堂无作文 这是没有办法 你看这两天最典型的一个指标了 每一年的妈祖都要出巡 然后每一次妈祖出巡 你也知道什么总统啊院长啊什么 甲义秉丁全部就下去了 然后今年那个妈祖出巡 那个蔡英文的那个回应跟那个马英文 满久了 是现任总统的 更何况那个当地的主持人是颜情标等等等等的 他们对于蓝军的现任的首长都是比较礼遇的嘛 可是今年显然那个反应 国民党的立委在立法院里面我们一起开会啊 他们都讲一句话啊 日头恰贏贏贏 几乎 应该没有什么大会 九成大家都认为他一定在当选 为什么 他为什么不连任呢 包括罗书蕾 这一次你看初选 都过不了关了 输掉了 难道包括国民党的政治民心 我们民进党现在在做对比式民调 艰困选区 包括淡水 包括台北市有几个区啊 我们的候选人居然民调都源源领先 国民党的政治民心 所以你看等于把整个战场了 蔡英文从南走到北 现在走到中部 现在马祖正在中部嘛 中长头啊这一段 我们来看这段影片 你就知道 你现在自己还在争候选 还在权斗 还在不晓得在乱什么 人家按部就班 我们来看一段影片 郭总统吴敦义 台中市长林嘉龙 和郑兰公 董事长延青彪一起服教 却根本是被人群推着往前走 回回首暂时不谈政治 蔡英文被挤到脸歪 但郑兰公整天人潮不断 当晚马总统 立法院长王金明和袁青彪 一起请妈祖神像上将 现场锣鼓升天 五百五包饼 政治人物和民共正在一起 顺便沾沾 妈祖神力 所以因为我为什么要播这个影片 是因为我得到了讯息 蔡英文下去的时候 那个简直是 就是反正就一直挤 大家都想跟他碰 好像他是 那个不是因为当天是妈祖嘛 然后他又是个女性 然后大家都非常非常的希望 这个好像 因为年少的这些 我不要用总统级的接待 总统级的接待 那种感觉了 然后那个马一就去 好像总而言之 除了随护把他围的 简直是沉沉 感觉没太多人跟他打招呼 也没有太多人去 去要触摸他了 或如何的那种感觉了 没有光环了 你就感觉到这个 其实选战已经 其实已经局势决定了 其实已经倒到另外一边 就居然是这种状况 刚才黄狼兄 中央政府可以 其实做很多事情 还有一年多啊 那天李洪源 在我们这个地方都讲 他都建议两件事情 立竿建议 土地的释放什么 立竿建议 马上可以 很多人可以涨 可以涨身的 对不对 就像刚刚讲 你立刻就请蔡英文 我们来谈一谈 重大的国家大事 宪法也好 什么年金也好 都可以改变 整个的新闻局面 不见得 大家都关心 柯批的政府 可是他就是不做 一个政府 还是无信不利 那这个马英九的政府 到今天为止 执政下来总结 他的credibility是负分 就是他信 这个字 他是负的 所以虽然 很多很愿意 让说不愿意看到 国民党全垮 然后未来是民进党 一党独大的人 其实现在也不太敢说 马上 不然你出来 这个历经图治一下 很害怕 很害怕 不做事没关系 其实这个就是 外国类 那个英文里头 是讲的 这个是叫 Lamb duck 这是 博压 博压的意思是说 大家觉得 你剩下这个算时间 我看你还是不要做什么 了不起的决定吧 就是让这个国家 可是他过年的时候 才说才不是 博压了 我还要反击 我还要 就没说而已 我举个例子 今年元旦的时候 马上九说他 今年要做三件事 第一件事叫做 化解朝野对立 推动朝野合作 第二件事叫做 社会和谐 第三件事叫拼经济 他就讲这三件事 我请问他到现在 做了哪件事 做了哪件事 三件事选择一个局 也就好 不要讲三件 选择一个吧 这个是不是国政在空转 对啊 完全在空转嘛 就是我 为什么我一开始 我们这一段 我提醒李总统 老早就讲这个问题了 就是必定空转 那必定空转 唯一解放 对台湾最好解放 就是马总统 在那时候迅速下来 但是怎么下来 这当然是一个 宪政一个非常大的议题 怎么下 可是这个问题中间 有一个当时候 其实我后来 听李总统的建议 他是认为 根本民进党 在这时候 takeover行政院 你刚刚这个蔡委员 所讲的 所以我们这个 完全不空过时间 能够有大作为的 你刚刚这个 主持人你提到 说为什么 这个妈祖出巡 那大家知道了 所以说大家对蔡英文 还是有期待 但是大家对蔡英文的期待 其实蔡英文 应该在去年的年底 开始就要兑现 那这个兑现 事实上是政治上 可以做到 要求马英九 你要提这个新的候选 提了行政院长 的人选的时候 所以说你也认为 简单的说 你认为蔡英文 应该做政治动作了 要做政治动作 要takeover自己 现在的角色 不是说 让国民党 或者马英九 继续烂一年多 你结果接个烂摊子 也没有用 你现在就要站出来 不管是倒阁 不管是逼马英九下台 你要做出大的政治动作 因为当时候 有11月29的气候 那个可以这样做 那最简单的就是 不要让毛治国 禁立法院 那就是搞到最后 我们要的人上来以后 大家可以合作 有一个大联合政府的可能性 whatever 总是可以赶快解决 台湾的问题 台湾的问题非常严重 现在其实非常严重 可是现在那个时机过了 反而是蔡主席 变成总统候选 好 这段我们等一下 究竟他应该怎么样做 我们休息一下 我们等一下再回来 现在整个局势 我们先不要管政府 现在中央政府 刚才先洪 特别提到 那现在马英九 其实还是有一些想法 跟当时李登辉 那个构想 其实是 现在还有些什么 是可以做的 你刚才特别提到 我想最主要是issue 就是议题 台湾现在最大的问题 其实就是说 我们要保持 今天的台湾主权独立 这个位置 继续保持 维持什么现状 维持台湾主权独立的现状 现状是什么 要讲清楚 其实讲清楚 那为了维持这个现状 对不起 你的经济 必须能够维持独立的 经济现状 这个才有那个说 那当然在能源上 现在最大议题 能够有独立的 未来有独立的能源的发展 那所以这点点滴滴 每一个事情 以蔡英文主席 现在的人气 她可以推动 所以包括这样的处理的方法 是不是到最后 我们应该某种程度 开放内阁制 这样子的 现在既然要修宪 结果主席一开始就讲说 好像看起来 这一方面 我真的要问一下 这个是让人感觉到 就当他提到蔡英文 不要现在去选举 不要走行程 他应该做政治大动作 不管是国事会议 不管休憩 他自己跑回来主持 他自己去找马英九也好 不管他等于现在要对马英九 要做一些政治动作 你的看法怎么样 我赞成啊 所以蔡英文从去年 一直就要求说 能够召开国事会议 那虽然有些人是说 召开宪政国事会议 我们是要求召开国事会议 因为包括年金改革 包括这个所谓拼经济的 错误的两岸经济政策 这个应该 两岸入宿也可以啊 就像你刚刚讲的维持现状是主权独立的维持现状 那我自己也有一个说法提供给大家来参考 在民进党的财安前途决议文之下的所谓维持现状 这个也没有抵触到这个民进党的党纲 同时也符合社会上需要的维持现状 为什么 因为我们保留了选择权嘛 未来两千三百万同胞 我们有自己的选择权 这样的维持现状 所以什么问题都可以谈 因为我们要突破 台湾现在政党对立跟悶 悶经济的这个现象 唯一的重点就是朝鲁要合作 我们也认知到国民党现在是立安的多数 合作才能让民众对两个政党 改变刻板的印象 大家一直认得你们就是互斗 你站着他就坐着 你赞成他就反对 这种这种几乎是死劫啊 谁能够发动来解套 就蔡英伦啊 蔡英伦不断多次的立出赶南枝 没有回应啊 可是这个原因很简单 因为现在国民党的内部还在 我不想用权斗 可是还在纷争这是确定的 为什么 因为现在还在两组三组 人在那里推候选人嘛 这第一 每个人都很像 我不管是不是谁人孤性命啊 大家有人就说朱立伦 你非要出来选不可 有人说王金平非来 朱立伦都讲了一百遍不要选 去年我们民进党跟蔡英伦一直要求是总统和马总统出来召开国事会议 那今年不一样啦 今年马总统你如果出来主持国事会议的话 情况完全不一样 新闻永远跑不掉为什么又没停嘛 朱立伦选不选啊 王金平选不选啊等等等等的 王金平现在明明已经说了 说他还没有要来登记了还没有正式表态可是怎么样呢 他其实联署早就已经开跑了 他说他下个月五月十六号党内出选的最后一天 才会决定要不要去登记 但是呢现在已经有人在帮他联署 因为每个国民党候选人都要去联署了一万五千份 我们来看一段这一段这段的影片 无论这番话是真是假纵观党内朱立伦民调最高 眼巴巴等着主将率兵打仗的国民党立委排排座急忙灭乎 历史诚刚公布朱立伦选择先踩煞车 但王金平已经踏出第一步 南部装脚接到指令开始帮王金平联署 是不是朱王两人已经达成共事 不到最后关头主角随时可能变配角 王金平的部下降降好了 幕僚已经开始在动作联署了 王金平自己就没有说 国民党永远是如此 要选的不选的要拆个三个月五个月 现在都只剩下最后要登记了 王金平还说我现在没讲 要选不选没决定 这个太奇怪了 这个我们以前讨论过就有关改革这个问题 那我们就发现说国民党的讲的改革 它的第一个改革要像就说 比如说就是一个房子 那要改 那他就是觉得动作联署就好了 雨子啊这个晃晃风水啊就这样 然后看看风水就可以 改革最常有的改革的看法 国民党就是动作动乙 他连重新混刷都没有考虑 或是说这个房子是不是应该多建一些建物 已经不够用了 他不肯 可是民进党改革 很少只是动作动乙 民进党改革大概起码是混刷了 至少也要隔间了 要隔间 那现在民进党在蔡主席的这个思维底下 还没有到一般年轻人 思考是说是不是应该拆到重建 这个是我用这样子来看 那但是这个社会无以非常多的意见 说我们这个地方走到今天这样的案例 是不是要考虑拆掉重建 才有可能嘛 所以我们在讲说 那个你只要看到立法院里头 现在有关修宪这个议题啊 的进和关系 你就会发现嘛 国民党还是比较高兴 说不然我们动作动乙就好 民进党还有一点说 不然我们稍微混刷一下 可是民进党也没有达到说 我们是不是应该拆到重建 让年轻人有机会 未来 所以我想这个就是 我刚刚这样一分析就知道说 蔡主席要努力的部分 蔡主席可能要在这个 如果你每一次都只是去拜访这些 已经既得利益的选上的人的时候 你大概听到的大部分都是往 顶多就说不定 国民党里头也有人任何动动作意就好 这个如果 如果国民党是这种境遇 那是不是蔡英文应该现在就锁定了 王金平作为对手 然后 现在有一些人说吧 说其实王金平现在民调高 就是因为 其实绿营的人最希望王金平出来猜选 反正他出来参选 绿营更轻松一点 所以现在尽量呼喊 让王金平出来参选 这个绿营是不是真的想看 现在的民调 洪秀柱跟吴敦毅是国民党里面最低 就是跟蔡英文对比 那王金平大概是跟朱立伦是同等级 但是我认为不管他们谁出来 到最后输赢都是 即使民党胜选的 都是5%至7% 不会说赢10几% 澳10几% 我不认为会这样啦 国民党他没有 不是纸老虎啦 那今天最重要大家看好蔡英文的是 看衰国民党嘛 国民党的立法委员为什么纷纷跳船 气泄而走 王卓军为什么要先跑 他大可做到明年再退休啊 金补充为什么要走 就是看衰国民党嘛 国民党彼此在撤走嘛 一个选总统有那么难嘛 就宣布选总统 揭竿其意 我就说我要选 王金平说我要选 吴敦律说我要选 为什么没有人敢宣布 因为会撤走嘛 我宣布了你就打我嘛 你宣布了我就打你嘛 所以搞到现在上不上下不下 朱立伦这个这 4个月前我就跟 跟某台的主持人赌了一桌啦 1万块啊 我说朱立伦绝不会选 他说朱立伦一定选 我说我稳赢的啦 为什么 不会当选的杖谁要打 如果今天文当选的 即使他新北市市长只当选一天 他都会选总统嘛 就这么简单的道理 为什么不选 因为选不上嘛 他自认选不上 朱立伦他自己的智库啊 他的幕僚啊 每一个礼拜都在帮他做民调 而且他做的民调是非常的细喔 他不是说全国性的喔 就是做一千通啊 据我所了解 他是用部分地区喔 然后慢慢的做 做出来喔 国民党的支持度都不高 包括朱立伦 胜选的机会不大 他坐顺风船坐习惯啦 所以他这次要挑战 几乎没有胜选的选战 他干嘛去付出他的政治生命 而且如果万一不幸 他输得很惨 什么都没有了 就要主席不但做不下去 恐怕下一回合 人家也不见得会 说不定会有人在挑战他 所以朱立伦其实不删去 很简单的道理 他就自认选不赢吧 这一方面我们修一下 等一下再来回谈 所以按照刚才我们的讲法 我觉得最有趣的一点就是 朱立伦从头到尾 已经讲得很清楚 我要做好做满 新北市长的职务 没人相信 那一天呢他讲了说 我不选了2016 跟着面对记者讲 我不选2016 这样是可以了吧 居然有人解释 这是被逼急了 不能当真 我现在我带我中文最差 要不然就是我最不会依附记者 人家都讲到这个田地 所以刚刚黄狼兄讲得多好 他其实从四个月以前 他就打心里面就觉得 这局是不能选的 因为他是唯一剩下的一颗太阳 这颗太阳只要这次选完 他这个太阳是唯一的一个 就等到明年 这个大选选完 马鑫就卸任 党里面就没有其他的竞争者嘛 对他来讲是非常稳定的嘛 可是不管怎么样 就有人说他要选的 所以即便说了说我2016不选 现在还有人说他要选 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影片 市长你目前参选总统有陷入苦思吗 没有 我刚才已经说明过了 这个我作为这个党主席 基本上就是裁判嘛 或者是教练嘛 那希望优秀的人才来加入 不管是总统大选 或者是立法委员选举 尤其我们立委选举特别希望很多优秀年轻的人才来加入 那请问一下就是 目前人家说党产还有扩大纲领 都是为了总统和立委排除障碍 其实我们每一件事情都是持续在做的 我们一定要把所有的这个党的改革做好 市长所以做满做好做满 这承诺还是很变 我不会参选2016 这样可以吗 就这句话 我不会参选2016 这样子可以吗 他向全国的民众这样说 他怎么可能还有再选的机会 可是拱诸派也好 或者有一群人 我问直接一个问题好不好 如果不是朱立伦 是王金平这样子 很多人都告诉我 如果王金平出来参选 不是选上不选上 国民党都会分裂 国民党根本不会合在一起 因为单单马英九那个系统 就是根本不会 有的人就说我现在要退党了 不是吗 如果王金平做候选人 他就要退党了 那就变成了两组国民党 那你认为这样的可能性 就是说未来国民党 或者这次要不要国民党 这次干脆可批模式 自己弃权 谁面谁出来都没关系了 那个姚老师你知道 他不会弃权 所以我就不懂了 那他们到底在干嘛 如果这样子耗费自己 自己在杀自己 这些的答案都是蔡委员刚刚有 已经提到了 就是觉得不会当选 所以大家拿这个总统选举啊 已经不是一个目标 这是一个手段 谢华 不管会不会赢 你面对选民做一个 说我这个政党之所以参选 最重要的就是说 我有其他的方案跟选择 我有其他治国的目标跟价值 你要提出来嘛 你永远是看结果来决定 现在的行为 那这样子国民党的 今天不垮明天也得垮 都到了这个田地 假设输局是80%90% 那你要摆出一副 就是我是很有理想性的政党 我提出非常好的标准来 我好好的面对选民 连这个都没人想啊 不可能想这个 他们认为不在 没有那个权利 就说什么话也都没用 所以他们都在筋算 改不了了对不对 筋算这个立法院国民党的委员在焦虑什么 他们在焦虑没有母鸡 他们母鸡要带小鸡啊 那他们又担心什么呢 担心母鸡才死小鸡 那没有母鸡也不行 母鸡才死我们小鸡也不行 所以我才刚刚他们讲一句话说 日头赤贏贏 我们虽然过世命 这个民心级的立委啊 纷纷中枪 国民党的民心级的立委 不是不选 气选 那就是中枪 现在只剩下什么呢 只剩下地方根云形的那个 每天跑通的啦 争取那个地方建设啦 那些立委还在那边埋头苦干 他们也对他们的党中央不抱任何的希望 所以国民党现在让人家看衰的理由 是他们的领导者在勾心斗角 彼此撤肘 没有一个强劳有力的领导中心 这个领导中心没有建立 才是让国民党现在分崩离析的主要原因 士气拉不起来嘛 就是逼到最后是那个 党内出选联署最后一天 不能不做决定了 所以这个是5月16号 那如果说今天朱立伦不选啦 你也要督三星 你要做一些事情啦 譬如说你要找民进党现在国债 总体负债 显性跟隐性27兆 27兆啊 如果你朱立伦说我不选总统啦 但是我要持盈保态 我要让国民党有意否重生的那种感觉 或者是拉回社会形象跟信任 你至少做一些事情嘛 没有耶 他跟行政案在比烂呢 立法院就这么一位 小辣椒实在看不过去了大概是 所以他就一定要宣布参选 所以你看看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他大概明天 马上就要去登记了 他大概是最早准备好保证金 要去参选的 你认为洪秀秀这个参选 他是一种气氛还是一种 还是一种 他在临死国民党 好了 我是这样看 他其实如果王院长要参选的话 他很尴尬 他很难处理 那所以我比较认为 他现在抢先登记 抢先登记 到最后他可以做其他的政治处理 那可是呢 他已经表态了 所以到了王院长要不要选这个事情 对他来说已经是一个独立事件 我的看法是到了5月16号 只有指向吴敦一的 吴敦一到今天为止 其实已经非常清楚告诉大家 如果大家都认为会输 那何况让我试一试 他是这个态度 他的态度反而不是说 他这个思考 吴敦一是这个思考 那吴敦一也不要小看他 老实说 吴敦一在几个候选人中间 恐怕在他地方的实力 还是非常强的 所以我觉得现在 都还是 也就是 追根究底就是一个不合的 家不合 万事不新的国民党 今天走到最后 就是到最后 用日期最后决定 我觉得洪秀柱他是激将华 他本来要激将华 但是我担心他假戏会被你真做 真的是 到时候下不了台 那就很难善聊 但是我认为最后还是 吴敦一根 可是他现在已经 杀不住车的 假戏真做 我给你叫洪已经去领表了 我们来看这段影片 参加复联会活动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一踏上讲台 忧自己一默 洪秀柱一番电高说 似乎要朱立伦 2016再想想 他自己可是已经下定决心 能不能更上层楼 可是得先通过党内初选这关 下周一就要开放领表 但是在朱立伦表态不选后 党内传出 如果没人登记 中常会可以征召朱立伦 洪秀柱要有意愿的人 在既定的截止日5月16号前 统统出来登记进行初选 别再用登记后协调谁选哪一套 震撼小辣椒 党内初选 从第一要其他有意角逐的人 尽早表态 换句话说 现在刚才我们所讲的 吴敦一那一招已经没用了 吴敦一那一招的意思是说 大家左也不登记 右也不登记 就拖到5月16了 洪秀柱就不理你这一套 很简单 没有人来就是我 我第一个先领表了 先去联署 究竟未来局势会怎么发展 我们再休息一个半分钟 我们再回来 总而言之 现在的局面是这样子 蔡英文稳稳搭搭的 现在被提名了 一个行程一个行程的 从南到北慢慢的走 然后呢 国民党呢 现在大家各想各的 看样子他们连聚在一起都没有 我们来看这个 今天的这个新闻很清楚的 朱立伦呢 就有人还在等他喝咖啡 这厉害吧 说了不选 基层还在等他喝咖啡 这意思说还想把他扭转回来 然后挺王派呢 就定位 这就两个了 洪秀柱今天已经领表确定了 地震完毕大概把他也震的差不多了 你头脑清楚 举领表 吴敦义倾向 一切都等最后没有人登记 他要去登记 现在倾向只抬轿 还在那里乱成一堆 我可以跟各位报告 据我的了解啊 过两天还有别人要表态 那个表态还认认真真的要去选总统 就是国民党的 国民党的 国民党的 就是朱立伦不选以后的 人选要出来了 如果再这样发展一下 然后呢 中央民国的政务继续发展 立法院在开会 在执询 市政府在处理他的市政 然后中央不见了 行政院也不见了 中央民国这样发展 看样子好像不太乐观吧 这个实在是民主 一个总像今天这样的一个 灾难 很大的一个问题 我不敢用灾难这个字 但是至少我们认为 我们的民族有一定的病 那当然大家会期待蔡主席 这是一定的 很多人会期待 可是蔡主席如果以目前的 move 他的步伐来走的话 大家 选举还很长 很久 不要以为说什么 好像明年1月16号 很远啊 这个路 蔡主席如果走的 并不符合太多人 对于未来的想象 那我认为第三组人选 一定会出来 就是既不是国民党 也不是民进党的 但是我不认为 会有科P模式 不会 总统的选局跟科P模式 还是会不一样的 就是第三组 我们不要忽略掉 不要忽略 我认为 会有这样 因为这个才像台湾嘛 这才像台湾 那也会比较 大家都希望这场选举很精彩 可是可以讲 不管国民党谁选 都不精彩 跟蔡主席选 不会精彩的 一定要有第三组人选 出来才会精彩 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那当然我也希望说 这个是对台湾来说是 有金无闲 可以脱胎换骨的时间 那这一切还是要 有一个思考 就我刚刚讲的 不要只以为说装潢 一一桌一就可以 台湾的改革不是这样 那如果这样看的话 蔡英文也不能够掉以轻心 因为局面 看起来好像很稳 实际上暗潮汹涌 居然还有第三组 国民党真正的人 说不定还非浮出来 什么都是有变化的 对不对 我认为就是两党对决 第三组的人 影响不了选情 他目前就是如此 他影响了 我随便讲 他刚刚讲的第三组 我乱猜 假设第三势力的 真正的幕后的 主要的力量 像公民组合 叫林毅雄最支持 第三组合 施明德 林毅雄 大概就不外乎这几个人 这几个人 这几个人还是对绿营 有一些威胁吧 没有错 当然我认为不会影响选情 民众对于整个 公民团体运动之后 政治的走向非常清楚 他们就是要让国民党 极小化 在立案极小化 然后用选票教训国民党 在总统大选 这个也是目前 国民党走到现在的困境 所以我们也不希望 国民党马上就倒下去 趴下去 但是国民党现在 最大的问题就在马英九 你应该处理马英九 因为马英九在过年的时候告诉我们说 我要反击 他要反击 你记不记得他讲过这句话 也就是说马英九到现在为止 他不认为整个国家的国阵空转 国民党现在的困顿 以及整个民意的流失 都是他的问题 他不认为这个样子 他还在说我要反击 他反击什么人呢 他总不是反击民进党吧 因为他已经无力反击民进党 他讲了反击 我们跟他定论在反击他的党内势力 那如果如此的话 一个执政党 他自己要向下沉沦 他自己要到太平洋里面去投海自杀 可是黄狼兄我现在不要去谈 因为国民党反正已经好像自己在自杀一样的 我就先回到你民进党来看 自从蔡英文被提名以后 媒体上报道蔡英文的新闻 总统候选的新闻 不是双人啊 双全 就是双全啊 反正就不是人权就全人 要不然就是谁啊 有办公室有政策 天天大家好像热闹 一副准备分风公爵的样子 这个民进党很伤 那不友善的媒体 当然会找议题挑战民进党 那我们自己要有自知之民 我刚刚已经讲过 即使蔡英文能赢总统大选5% 就是5%至6% 那国民党的对手弱一点就是8% 就是这个样子 没有那个赢十几%的 所以民进党的对手是我们自己 你要超越自己嘛 譬如说两岸政策 不要说什么这个不是最后一理路 不用说的人听没话啦 你就大胆的讲我们的两岸路线要怎么样 另外经济问题 国民党即使把这个整个盘做乱啦 做烂啦 我们仍然要接手嘛 那你的在地经济过去提出来的很多政策 现在还符不合 目前的国际经济的形式 那亚投行你的立场是什么样 我希望 这个包括要不要开放外劳 本劳外劳 薪水要不要脱钩 这些民众关心的问题 我都希望蔡英伦要讲清楚 所以蔡英伦还没当选咯 还有一个 是不是这个意思 我们的年轻人的薪水 16年原地踏步 第一薪是国耻 虽然是别人 所讲的 别人所讲 可是如果他当选他要解决 当然要解决嘛 他现在就要提出解决 不是他当选以后要解决 他现在要提出解决的办法 否则他也不解决 他只是利用别人的坏 然后就上来了 他面对的是 恐怕是财政也是空虚的 是的 因为马英九欠了一堆钱 他刚讲27兆是吧 27兆 27兆不会说国民党下来以后变了 现在他人一出生 0岁到100岁 都顾占100多万 100多万 所以蔡英文这个上来 形势会当险进 即使他比前面当总统更难做 很难做 非常难做 如果他当选的话 那个四年任期是非常困难的 可是那个准备要现在就准备 他如果现在没准备 他的前途会有问题 对 会有问题 他这么说不要在想保证 他直接讲话 直接讲话 要怕的 东西也是财德式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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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